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本次的章谷测试 本次章谷的主题是 测6月份你和他的感情能否顺利地进行下去 从下面是张讨论牌中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 记住他的睿智 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了 第一张牌是全杖石逆锐的 全杖石逆锐说每个月份 你和另一半家属会有不少的压力 彼此因生活的问题产生负面情绪 因此而感觉自己在感情中付出很多 而对方却毫不理会 他对你有着很多的要求 这让你本来很疲惫 所以也感到十分的烦躁 因此6月份你会稍微的疏远对方 如果不注意调控 会让你们的感情产生真正的裂痕 想知道如何让你们的感情更加和谐 如何让他更加爱你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号 情感启示 为你一对一相补 第二张牌 圣飞六也是逆位的 逆位的圣飞六说明 六月份你和另一半的感情 还是比较稳定的发展 他或许还没能给你影响的生活 但对于他很重视你这种感情的态度 你内心也是感到一种温暖 所以说这段感情是一个美好的感情 而这段时间你们的感情会比较融洽 有时会有一些浪漫的小事发生 让你们的感情进一步升温 可以说6月份你们的关系稳定发展着 甚至有机会更进一步 想知道你们能否相当一生 该如何把握这份爱情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号 情感启示为你一对一张 第三张牌 圣飞三 圣飞三是正位的 正位的圣飞三 说明六月份你和另一半的感情 有着比较大的波动 最开始虽然还是和谐 但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实际上你们内心都会有一种不安 内心总是患得患失 害怕有着第三者的介入 或许确实存在第三者的可能 但其实更多的就是你的多想 内心的不安影响着你们的感情发展 所以你对他 而是他对你都是比较忽冷忽热的 想知道如何才能让你们的感情稳定 你们之间是否真实存在的第三者 可以关注老师的公众号 情感启示为你一对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是圣飞四者 圣飞四者是逆位的 说明六月份女和另一半的感情相对 是平淡的 于此内心都会有一定的不满 但也保持着良好态度对待了对方 时而发生一些矛盾 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和谐 有时候女想对她好一点 让感情变得更加紧密 但对方的态度却会比较平淡 比较冷漠 就好像有一盆 又激热情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如此一来 你们这个月 正在摸索着相处的方式 彼此虽然也要在乎对方 但又不是觉得互相的伤害者 想知道如何才能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紧密 如何要